好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到 聯真署今日接貨檢舉 指陣風人員涉嫌兼職賺外快 而檢舉指出曾以榜眼通過國考 在雲寧縣政府正封出任職的科員吳安琪 他在留職停薪的期間 竟然偷偷在外面從事直銷業務 短短一個月就賺進了七位數的新台幣 而包括他和他的丈夫 還有直銷的夥伴的臉書或IG 都有公開分享這件事情 而對此吳安琪被檢舉違法兼職之後 已經在23日提出此程 未端正公務人員陣風向社會宣導連鎮 陣風人員在公家機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近日竟由陣風人員帶頭違反規定 兼拆轉外快 甚至一個月就賺將近七位數 留著一頭黑色長髮 穿著圍裙的氣質正妹 正是雲林縣政府陣風處的科員吳安琪 根據《金周刊》報道 已榜眼的好成績通過國考的他 竟在市清假留職停薪期間 正大光明的借直銷業務 還大肆分享誇張行徑引來檢舉 在吳安琪的社群平台上可以看到 明明是陣風人員 但他的PO文卻像是營養師一樣 分享著如何減重和護膚 甚至還拿著麥克風在直銷會場 大談健康營養管理 更絲毫不避諱地PO出替人做臉的照片 直銷公司也直接寫出吳安琪兼拆的成績 業績竟然來到鑽石級 月收竟然還有60到80萬元 而《金周刊》也調查到 吳安琪12年前也是以第一名的優秀成績 從東吳法律系畢業 轉戰公務人員國考也以榜眼的好成績通過 當時他也大方接受采訪 說自己從小到大很會考試 而公部門很需要政務人員 他認為自己能奉獻所學 接著吳安琪到雲林地檢署擔任科員 後來轉到位於台北的台灣高檢署 短短13天之後便說自己水土不服 申請調回雲林 當時也引發陣風體系熱議 並有了驚爆13天的封號 如今又兼差直銷惹議 連鎮署長莊榮松文訊也表示震怒 火速下定徹查 而連鎮署表示 雲林縣政府陣風處已經調查完畢 僅著將召開考集會追究相關行政責任 吳安琪成為直銷天后 在社群上除了常常分享保養健康指導之外 還常常秀出她的蜡罩 根據《鏡肉刊》報導 吳安琪在IG上不吝嗇的張貼 穿著內衣秀出較好身材的照片 她說一個人的成功不算成功 輔導級帶領協助夥伴成功才是真成功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期許自己可以謹記教誨 並且成為得能配慧的好領導 可以看到她急急盈盈在直銷事業上 恐怕早就忘了她仍然具有公職身份 而她的先生在這個月4號也透過臉書來曬恩愛 上面寫著 好久沒和老婆一起悠哉的坐下來吃早餐 這個多月來辛苦你了 恭喜我心愛的老婆上了鑽石破公司記錄 愛你你辛苦了 文中還配上一張吳安琪趴在桌上和大漢堡的合照 這段貼心的貼文更加證明了吳安琪遭到檢舉 兼拆搞直銷並非是空穴來風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新加坡女直播主凱蒂來台灣挑戰環島 她日前在高雄直播時突然遭到一名陌生富人砸她雞蛋 沒想到事後被抓包竟然是自倒自演 讓網友紛紛痛罵是女版的晚安小雞 而凱蒂呢 她在直播上道歉之後 還貼出了她的暴露自拍照 再度被網友嗆說滾出台灣 晚安小雞風波讓全台人民為之憤怒 沒想到日前新加坡女直播主凱蒂來台挑戰環島 在直播途中遭到淡洗淨是自倒自演 經高雄警方介入調查後發現 丟雞蛋的婦人竟是男扮女裝 而且還是凱蒂的助理 這樣的行為根本就是台版晚安小雞 兩人訊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本案影響高雄治安形象 警方要求該新加坡正信女直播主 在其FB粉絲團或直播時 向高雄市民公開道歉以正式聽 凱蒂也在24號晚間開直播道歉 承諾以後不會再這樣做 但她也抱怨在美國做過一樣的 自倒自演的事情 不懂為何台灣會抱成這樣 對於被封為台版晚安小雞表示 不知道晚安小雞是誰 隨後網友紛紛在底下留言 拜託滾回新加坡 別來我們台灣搗蛋 拜託快點滾 晚安小K 自倒自演砸自己雞蛋 是有多不要臉 向台灣道歉 而凱蒂的行為 引起了網友的怒火 也有網友直言快點遣返她 然而相較於網紅 晚安小雞在柬埔街的直播造假 迅速就遭到了判刑 而引來網友質疑 採處慢半拍 對此警方和移民署都作出了回應 台地造假案被抓爆之後 沒有被遣返 現在還在台灣到處爬爬燥 繼續開直播 不少網友憤怒的 在她的直播底下留言開嗆 要她滾回新加坡快遣返她 並且質疑台灣的採處慢半拍 據了解根據網紅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部分 高雄警方已經蒐集相關的市政 移送至高雄地方法院 檢疫庭等待採處 而至於遣返的部分 移民署的高雄市專情隊副隊長 袁凱表示 警方搜證的部分已經到了司法程序 除了尊重司法程序之外 本署已經另外將約詢 正姓女直播主 以及薛信助理道對說明 後續必將依據入國 以及移民法處置 那麼凱蒂呢 雖然她已經公開道歉了 不過仍然無法平息網友的怒火 而事實上呢 她過去曾經就已經 鬧出了諸多的爭議 她的黑歷史也被一一齊底 她不只能販賣過原味屁 還有洗澡水 而且呢 還有在士林夜市 剖出手拿大香腸的 性暗示照片 導致遭好招勁 新加坡女直播主凱蒂 來台徒步環島 9日在高雄直播時遭雜彈 事後被警方抓包 四字島自演 全案移送偵辦 她雖以公開道歉 卻無法平息網友的怒火 事實上 她曾鬧出許多爭議 黑歷史也被一一齊底 不只販賣原味屁和洗澡水 更曾到士林逛夜市時 PO出手拿大香腸的性暗示照片 導致帳號遭警 根據英國DailyStar報導 她曾在網站上 販賣自己的原味屁 售價從630元台幣 飆漲到將近1.6萬元台幣 甚至還出售自己的洗澡水 一瓶更是要價3萬元台幣 此外 凱蒂2023年初來台旅遊 造訪士林夜市 開直播品嘗士林大香腸 更拿著香腸自拍發文 大讚台灣香腸整好吃 事後這段直播遭官方認定 違反裸體性暗示等相關規範 頻道遭到進播 也曾因穿著太清涼到南韓旅遊時 遭到當地警方盤查 過去凱蒂曾是美食粉磚的小編 因布滿老闆重用令名女同事 嫉妒性爆發 份額刪除粉磚上所有影片 事後雖然有道歉 仍引起了法律糾紛 而在這次徒步環島的行動中 她計畫模仿七兒妹的路線 從恆春走到台北101 卻在途中自導自演 砸雞蛋戲碼 對高雄市的治安形象 造成負面影響 警方要求她必須公開 向市民道歉以澄清事實 而台灣網紅 晚安小雞和同夥阿鬧 因為在柬埔寨 自導自演綁架案被判刑兩年 對此美麗島電子報 董事長吳子佳 建議家屬應該要找竹聯邦來幫忙 如今更有知情人士爆料說有貴人相助 吳子佳在網路節目指出 晚安小雞和阿鬧被關兩年 恐怕連命都丟了 接著提到竹聯邦精神領袖 陳其李大哥雖然已經過世 但是幫派在柬埔寨仍然有勢力 透過竹聯邦的力量去溝通 可能不用關兩年 沒有想到臉書粉專靠北直播主寫下 檯面下力量已經在運作 終究可以救出晚安小雞或是阿鬧嗎 對話中知情人士表示 小雞有貴人幫助了 引來其他事源關心 說太好了 真的嗎 對方透露 有人認識西港那邊的長官 不過柬埔寨前任萬年總理洪森 還有準副總理洪瑪尼等政治的大咖 均表態絕不清饶 要關好關滿兩年 因此是否可以靠關心減刑 或者是沒事還有待證實 好的 開始 好 開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